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讲话也很晚的回应 是的 这个男孩他是个试管婴儿 然后孩子的外婆已经为孩子超度 每个孩子21张一共是超度了4个 念了80张左右 然后他想问 说凡是做试管婴儿的基本上都是讨债的呀 硬搞过来就是讨债的呀 是的 不可以的呀 然后孩子的外婆平时也在给男孩做功课 做小房子和放生 现在这位同修想问 现在医院里边冷冻的三枚受精卵 是否已经超度了 还没有 还没有是吧 好的好的 那想问一下 他母亲的身上是不是有孩子还需要超度 母亲还有两个呢 还有两个是吧 好的 还要需要多少小房子呢 78 嗯 68 好的 78 78 78 好的好的 谢谢师傅 然后需不需要给孩子放生 放生倒不需要 这个孩子活不长等 哦 好 好的 所以我要做好思想准备的 如果能够活下来 多少天就算多少天 都是菩萨保佑的 但是你要看他以后活得非常好 非常好的话很难的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来讨债的 讨完了就会走的 嗯 明白了吗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谢谢师傅 嗯 然后 嗯 同修还想问一下 他女儿什么时候会有佛缘 因为现在同修家里是 同修在拼了命的念小房子 然后自己的女儿和外女婿都不用 没有念 所以外婆很着急 想问一下母亲的 什么时候有佛缘 这个没有办法 我告诉你 这就是为什么他会生这种儿子 听懂了吗 我告诉你 他自己的业 他自己背 母亲有没关 没有办法的 我告诉你 嗯 这种都 这种都 这种已经给他报应了 你不信好了 你不信的话 你看看你家里就不信了 嗯 嗯 是的是的 好的 谢谢师傅 我告诉你 我肯定是 你怎么很快就能学着你 我肯定是 我肯定是